請問一下 裴若曦到底來不來臺灣 這件事已經變成從當初講要來喔 現在也不證實 也不否認 是不是因為 包括老美 你說老美那邊 有人一直講說 如果未來發生什麼事的話 那中國會不會在我們的上空設敬佩局 類似這樣的一些衝突 他對整個臺海勝貨的人選舉 會產生什麼一些影響 現在裴若曦要不要來臺灣 不只是對我們臺海產生很重要的影響 恐怕對於拜登在民主黨裡面的地位 都會產生非常嚴重的影響 所以108民主黨的初選 那個就是其中選舉 恐怕很麻煩 我是這樣形容的啦 金融時報19號的一個獨家報導 說裴若曦可能印太之旅會來到臺灣 馬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然後你會看到是中國跳腳 但是讓全世界傻眼的是拜登軟腳 因為根據美國的制度 裴若曦他們是三權分立 所以我是國會議長 我是立法權的leader 到這個國會休會期間我要去哪裡 坦白講不是像其他國家一樣 我不需要你總統同意的 所以你看最早的時候 新聞出來之後 白宮是不敢直接講話了 是說我們不評論 國會議長沒有公開宣布的行程 可是誰知道 竟然是拜登自己 在麻州的時候說 他不敢講 因為做議總統 他不能說我不同意 因為他這樣講的話 他其實是有侵犯到 這個情況 軍方不同意 可是這個東西 就變成有點甩鍋給軍方了 那軍方為什麼不同意呢 所以今天CNN又講說 是因為有官員擔心 裴若曦如果真的來臺灣 然後共機 就可能把臺灣上空 列為禁飛區 然後呢 可是這個話喔 我猜一句話 白宮太軟了 其實是說 好像是拜登跟裴若曦講 他擔心中共軍 會把他的飛機打下來 可是這個是誰講的 你知道嗎 胡錫進 還不是中共解放軍 是胡錫進的微博 什麼樣講的 說裴若曦的專機來了 共機要半飛 然後飛過他降落的機場之後 穿越臺灣 然後呢 央視呢 是在前天晚上 進來主播會告訴你說 裴若曦祝祝你平安 那中國都做這樣的恫嚇 當然我們知道說 因為拜登現在很可能 在下個禮拜 十天之內 要打電話給習近平 然後因為他處理困難的是 他的通膨 他的物價 所以關稅問題 是不是做一些處理 可是美國人就炸鍋了 炸鍋是什麼 如果說 我們當然知道在國際上 這個是很敏感的 尤其現在你跟中國要做一些互動的時候 可是你會看到最有趣的是什麼 我為什麼講美國炸鍋 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通常在美國的媒體裡面 是比較屬於民主黨的喉舌 華爾街日報特別寫了一個 拜洛西訪問台灣 需要有軍方的支撐 才能嚇阻中國的威脅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拜登他們 從他們現在的現實考量 希望你裴洛西不要動 但是呢 拜登這樣子講出來之後 又不太負責任 又甩鍋 如果他直接講是他自己 或是五角大廈或是秘密 他都沒講 所以我是覺得現在這個風暴 那當然這件事情 我們要小心一點的是 因為如果拜登真的會腳軟 解放軍會更囂張 對我們台灣的威脅可能會深加 不過正好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美國跟日本之間的關係的這個問題 因為雖然他是 你說跟兩岸跟什麼之間有關係 美國在日本部署了三款無人機 而且媒體上報導說 日本他的海裡 他的那個防衛圈幾乎某種程度 讓他擴大一千海裡的防衛圈 為什麼會用這樣的方式講 應該是這樣講 我們來給大家看這個第一島鏈的這個畫面 第一島鏈畫面很有趣 因為你可以看到整個第一島鏈從日本到台灣 到這個所謂的南海 他有幾個重要關係 因為公共海峽這邊 我們講過太多了 先不談 其實在整個台灣以南 有三個灣是很重要的 第一個是越南的金蘭灣 第二是菲律賓的蘇比克灣 第三個是臺灣 這三個灣可以變成一個防禦的鐵三角 所以呢 美國現在第一個極力彌補 越南跟菲律賓的關係 希望可以重啟金蘭灣跟蘇比克灣 兩個美國的軍用機 軍用的港口 讓美國繼續使用 那在這個前提之下 整個海上的連結已經連成一條線 那接下來就是空中 因為你要看 因為這是裡面 可是空中是個3D的概念 這個碗 蓋起來那種交叉火航概念 那對於美國現在布置就這樣子 這個紅色的東西 就是各個基地 包含橫田 鹽果 佐斯堡 山澤 還有納坝的基地的這個 所謂的攻擊範圍 納坝基地是最大的 是這個黃色的 以佐斯堡基地為 佐斯堡 不好意思 以佐斯堡為核心 這個黃圈 他可以整個裡面 他怎麼算一千五百 一千八百公里 是包含他的戰鬥機 再加上所謂的空中加油機 他的範圍可以把整個 你看北到北海道 南道克拉克空軍基地 全部把他涵跨 那他談的是說 美軍在這邊不斷地 因為像橫田 鹽果 佐斯堡 還有納坝 納坝是二零一八一九年 才正式成立的 為什麼要成立 就是把中間這段補起來 那還有臺灣 臺灣自己有自己的防空範圍之內 那克拉克空軍基地 就是天使之城 克拉克空軍基地的話 如果也被他們納落的話 那整個南海 你看跟基南外 又可以在空中補齊 一個所謂防空圈 所以你可以看到 老美在整個第一島鏈 是真的想要把這個陸海空 都把他堵起來 這圍堵中國是非常非常強烈的 那至於日本的五人機 當然 因為我們在這次的 這個所謂的環太平洋軍演 有看到 這個五人機的軍演 是配合有人機的攻擊 是做所謂的寮機的部分 中城寮機的部分 所以其實整個車場戰爭 他的發動引擎一定是在日本 臺灣可能會是戰場 南海可能是火藥庫 那到底最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沒有人知道 可是美國就是 一圈一圈來去做所謂的扶持 讓這個東西呢 能夠盡可能的擋住中國的攻擊 OK